2017年文憑史卷1B第2条的C部分 题目座下黄老师将这个学生上载给他的视像 他就上传了去一个公开的视像分享网站 例如YouTube之旅 他可以上载这条影片上去 然后可以和学生分享一条连结 学生一按进去就可以看到这条影片 这样的一个网站 C1部分他就说这个网站用了串流技术 来到传送影像 他就问你这个方法的主要优点是什么 而且不只是讲优点 还要简单讲为什么会有这个优点 所以这条佔2分你首先要讲解了 你懂得什么叫串流技术 然后就讲它的优点 串流就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下载整条影片 我们只需要下载这条影片的一小部分 就可以开始播放 然后在播放的过程里面 在背后仍然继续下载这条影片 这个就是串流技术要写下这个操作的方法 而这种串流的优点就是什么呢 可以减少用户的等待时间 不用等到整条影片下载了才可以看到 而是开始按等一会就已经可以看到了 所以等待时间是减少的 不过留意作答的时候 千万不要写减少用户的下载时间是错的 因为譬如一条影片是100m 你下载这100m的时间是一样的 不过它不用你下载这100m才开始播 而是你可能下载了10m 已经开始播得了 所以等待时间是减少了 已经可以开始看 但是下载时间都是一样那么多 所以千万不要回答下载时间减少 就是等待时间减少 然后第二部分 它说这个网站的视像 设定提供三个解像度 首先你要知道这三个是解像度 例如这个1280x720 就是说那条影片 打横有1280那么多像素 打直有多少线有多少行呢 有720像素那么多行 那就是一个这样的解像度的影片 或者低一些解像度 或者最低240像素 x135像素 最低解像度 所以你首先要知道 这堆东西是解像度来的 不过它不是问 你知不知道这些是什么 它是问你 为什么网站要提供这些不同解像度的影片 和YouTube一样 在下面有得给你选 而很多时候我们会自动选择的 那所谓自动选择 其实呢就按照你那个 宽频的频宽来决定 例如它在播放的时候 发觉呢 你那个串流很窒 很不暢顺 就是你的频宽不够 你那个连线速度比较低 做不到这些高解像度的影片 通常会自动跳跌一级 如果发觉都是不暢顺 再调低 通常是自动调教 但当然都可以手动调教 所以这一条 它问你为什么提供呢 当然跟用户的频宽有关了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连线速度 或者如果你设定专业一点的字眼 就是频宽 用户可以根据频宽来选择 如果频宽足够呢 就可以选择高解像度1280x720的影片 如果频宽不足够 又想流畅播放呢 就可能需要选择低解像度 240x135像素这个影片 那我们就要答和频宽有关 还有记得要讲明 什么情况之下会选择低解像度 什么情况之下会选择高解像度 作为了解这个机制的说明